5月20号下午2点钟 然后在那个我店里头 那个男孩进来 他说帮忙换个现金 他说520 然后我进去给他找钱 我找了之后 然后那个放到桌子上 他们就拿走了 然后他当时就是对着那个扫了一下 然后我手机没响 拿钱给他我就马上拿手机去看 我没收到 然后我问他扫哪里了 他们两个就快速骑着那个店模特就跑了 当时报警了